那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想要学习进步怎么办看高手对吧 但是我非常不建议你们看Punk 不说Punk打的臭 真的是他很多东西你学不了 就仅限于他那种身体素质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那他不属于通用战术 这个就很麻烦对吧 但今天Punk也是遇到硬查帕拉丁天赋绝对不在Punk之下的男人 16岁成为龙王对吧 26岁直接登顶世界第一龙 好了回到对局了 哦呦呦这里绿冲的重拳想用是吧 可以先吃我一发阵龙 帕拉丁这里开场只用了20秒钟 Punk打的找不到呗 Punk这边也是在练他的杰米 杰米这个角色虽然有加强 但实际体验用下来一切核心问题还没解决 那必须得等第二赛制的一个普丁看一下杰米到底什么状况 来 欧帝波推一发 这里想要中角然后反锁在一个金房 打中了轻枪斗翅 欧帝波再一推斗翅刚好清空 不过Punk这边马上也是做了一手补救 一个掌推把对手的斗翅也推空了 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一波交锋 选择一个投则 蓄一口酒妈不屑直接继续要打 想要下段封一下不给人走 就可吃了个直跳 这会儿不太好受 转拳 这边能量够了直接蹦 好 这帕拉丁其实有一个反手的机会了 那像杰米的一个重拳两段接一个蹦的话 当中是可以跳起来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用头去抢他 哪怕说你在虚神状态下也是可以的 坏了 前边圣龙没拗到那对不起 康克最后防了一手 帕拉丁没能抓住最后的机会 如果抓到最后的一个机会 反手投回板边 然后打一波的话 胜负未知 因为他手上是有三七在的 一发就可以带走 伤害绝对够 奥利伯推 两发假动作骗到 但是这下没有冲上去 其实距离已经够近了 刚才一个绿冲接投的话 帕克那边是 哎呦 你切脸喝就好 酒吃有点大兄弟 这里还是用这个掌推 距离稍微要控制得很好的 如果你控制的不好 那这个掌推就是一个大败招 太近吃雀反 太远的话吃叉 盾痛 这边C打完以后 胖克的血量跟斗翅 都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选了一个前跳 再来一个前跳 对手没有按你进防 算对你客气 然后轻角直接复合一个绿冲 胖克硬身倒地 那为什么说改版以后的接力还是弱呢 就是他一个核心问题没解决 就伤害的单次给的实在太低了 就从资源转化伤害的能力上来讲 解米哥是真的属于独一档的弱 真没得说 如果让我再排一次这个强度表的话 解米哥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这得蓄到一口酒 对吧 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要蓄酒 你就没得压制 除非你的力回真的比对手好 如果说你的力回跟对手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这种就是属于开局就要低人一等 对吧 我不能压起身的呢 这个游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压起身的 这你换来的进攻智慧就是要去拼的 这边喝到四口酒了一个重点给到康 这一波伤害终于来了 四九的解米的话伤害确实是独一档 但你真的要到四九这件事情 本身非常难 看Punk那边他能喝到四口 我觉得有运气的成分在 好到了第二灯 接近两次 Punk那边要不要考虑来一个绝唱魔神 直接喝一首假酒 看会不会这么做 先选择大圣龙那肯定是要补久了 选择一个空剑自己把自己送了进去 看一下帕拉丁这边 选择一个前总拳 先打一个夹阵 接下来压力就来到Punk那边 斗西会被不停的打掉 啊完了 这里也坏了 先是一个蓝方没中 然后再向一个反向生 所有的东西都慢一步 一慢就是步步慢 中角摸到 绿冲取消连招不连 不愧是你 有的打我不想打 对吧 简里本来伤害就不太够了 你还不打 这边琴攻击点了老半天 有没有什么说法 哇 我这个琴攻击有说法 他这样战轻拳一直摸摸到 然后看到对手手伸出来那一刻 直接确认掉一个插盒以后 直接给上一套TC 这个有实力 这个我只能说 你想学 你不一定学得来这个东西 对吧 可能很多时候你学一些战术套路什么的 思路上是没有问题 刚才那个水料 用一套TC就可以直接带走 但是从实战上来讲 对于玩家的反应速度有一定的要求 因为你同时还需要关注一下对手别的动作的 不是说你光就确认一个中拳就完事了 这里开场就想晃 还是注意到对手的斗气不多了 先晃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对手很有可能会按出自己的蓝房这种东西 下段 扫打 然后已经三口酒了 这边绿冲再接的话 要不要喝 喝吧 直接四口 好游戏开始 清脚复合 好一个倒地 喝了跟没喝没区别 现在帕拉丁这边手上斗气不是很多 胖克一定是想要去摸的 但在这里刚好卡的极限的斗气量 再做了一次取消 胖克很难受的在这个点上 他没有想到对手会这样冲过来 这一下取消 只能被一个清脚抓掉 这个游戏当中 防守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五真智 他距离比较远的那个操控制 这个是在你防守当中最值得去抢的 一旦拉开到一定距离 对手想跟你搞一下的话 青鸟突然抢出去 取消一个绿冲 一下子就可以转手为攻 现在下中掉被防了要吃一个雀反 诶 所以帕拉丁为什么一直用这个站中掉 他是想打对手什么招 可能是想抓一下绿冲 抓到的话应该会挺赚的 坏了 等一下要吃一个头喝酒 中掉再一摸 中掉卡在这个位置 尖密反边进攻最强势的距离 还是头 这边不准备喝酒了 他为了多一次打头则 虽然现在头完以后 可以直接喝酒看起来很美妙 但你最好还是观察一下 对手的一个血量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 你的斩杀线了 你并不需要更多的酒了 如果你并不需要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合 只能走过去做一个打头则 这样才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选择 来到了第三灯 上来下中掉绿冲一个清空之末 完以后 升龙 好 再往前压 谁的头则不中 手上有三次的趴拉丁在这一灯 毁天灭地 但这一下想要去金房对手的一个跳 你一下 哇 这一下没有推动 坏了兄弟 一个下中拳的缺反抗其手 加上一个一套绿冲 当场大臣重伤 那Punk还是有机会的 这游戏当中 只要你命还在 有斗刺 你就有翻盘的可能性 一管水就一瞬间的事情 哇 这个战轻鸟 抓了Punk 生活不能自理 真的是 你往前走一下 就直接吃一套好吧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 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关注网友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